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要讲讲投资移民面试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有些问题虽然是问题 但是我们中国申请人不出错 那就不是问题 比如说遵守时间的问题 应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 不遵守时间的申请人还真是不多 为什么呢 我想因为一方面不论是律师也好 中介也好 在面试前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都提醒申请人 明天你去一定不能迟到 一定要提前15分钟到移民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经验的中介都会安排申请人 住在离移民局比较近的地方 他们甚至都不用打车 就是走着去花个不到10分钟就到了 因此遵守时间虽然很重要 但是据我看他没什么人不遵守时间 所以咱们就不花时间讲这个问题 他不是问题 但是有的问题 他就是问题 而且是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服装问题 经常看到申请人穿着很休闲 穿着个休闲衫 甚至穿着个运动衫 就来参加面试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过后我经常问他们 为什么今天穿成这样就来了 他们说外国人穿衣服不就是很随便吗 还有的说 我这有多少资产 我这情况都在文件里反映了 移民局都知道 不会因为我穿个什么衣服 有什么大的差别吧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 穿衣服真的很重要 这外国人啊 是在有的场合他很随便 比如他在家里穿衣服很随便 出去旅游穿衣服很随便 甚至上个街到超市买个东西 他也穿的很随便 但是在正式的场合 他一定穿的非常的正式 所以呢 就是外国人不是说范范 你说他穿衣服很随便 只是他在 他知道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但有一条定律是不变的 就是在重要的正式的场合 他一定穿的很正式 那么如果你 对于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你穿的也很随便 那他们会认为 一 你这个人呢 休养不够 你不知道在什么场合 应该穿什么衣服 第二 他也会怀疑你的 社会地位 就是在国外 那么越是底层的人 他越不知道穿什么衣服 就是他越穿的随便 到社会的中上层 那么他就知道 在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 他是分的非常清楚的 这个社会呢 应该是一个很现实 很世俗的社会 人靠衣服 马靠鞍 在全世界我看都是一样的 那么衣服 一是你身份的标志 甚至说的更直白一点 衣服就是贫富的标志 这样 我想举两个例子 让大家看一看 什么是 衣服是身份的标志 什么叫你更直白的 衣服能分出贫富来 我就告诉你 衣服能分出贫富来 第一个例子 衣服是身份的标志 最近有个例子 很明显 美国最近要大选了 民主党呢 推出来一个候选人 叫杨安泽 他是个华裔 因为他是数百年来 第一个华裔的 美国总统的参选人 又因为呢 他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口号 叫Averman Basic Revenue 简称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收入 就是说你 不管你工作不工作 每个月发你一千块钱 由于他 一是华裔身份 二他有这么个 比较有噱头的口号 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关注 前几天呢 民主党举行了这个 参选人的第一次电视辩论 很多人当天很关注杨安泽呀 但是这个辩论一结束 杨安泽呢 从整个舆论来看啊 他是失败了 大家对他的评论不高 一说他发言不太积极 进攻性不强 这跟他的华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啊 第二个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都说他衣服穿错了 怎么穿错了呢 当天这其他的男性的这个 这个参选人啊 都是西服隔离 西服领带啊 只有杨安泽一个人 他穿了个西服呢 敞着口里边衬衣呢 没打领带 所以大家都说你这个 你这个人休养不够 不懂得穿衣服 所以他就怀疑他的其他的方面了 杨安泽也得为自己辩护啊 他说我当天我虽然没打领带 可是我的衬衣也是长袖的呀 我也底下穿了皮鞋了 为了表示正事 我还别了一枚美国国旗在胸前 他这个辩护啊是太苍白无力了 因为他首先就等于他承认 我犯了错误了 只是错的 不那么严重 所以你看这衣服重要不重要 这一个衣服说的不好听点 这一个衣服他没穿对 就断送了杨安泽竞选成功的任何可能性 人就怀疑你这个身份 你这个修养不够啊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么什么叫 衣服直接就是能分出贫富了呢 这我们大家都经常看电视也好 你实际参加也好啊 开这个比较高档的这个论坛呢 这种这种展销会啊 论坛经济论坛啊 这种你看所有的来宾都是西服隔离 那里边不可能有一个你穿个运动衫的人 你穿个哪怕是名牌运动衫 穿个耐克 阿迪达斯也不行 因为在这种场合啊 衣服是帮你说话的 你是一个成功人士 至少是经济上的成功人士 至少你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你是懂得在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的 在这种场合 那你一定要穿正式的服装 那么你反过来你到政府的这个失业金救济部门去看看 那所有的人穿的都是非常普通甚至非常廉价的衣服 他就是要用衣服来向外界显示啊 我是个穷人 穷人才需要领救济呢 在这种场合如果你穿个西服扎个领带 所有的人都要对你侧目 这是穷人来的地方你一个富人到这来凑什么热闹 所以衣服它是帮你说话的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移民呢 我来参加这个面试 也是这衣服也是要帮你说话的 帮你说什么话呢 如果你穿得很正式 那么移民官就会想 这确实是个成功人士 经济上的成功人士 他懂得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那么他应该是一个投资移民了啊 如果你穿得非常随便 那么作为移民官的角度啊 他可能会这么想的 第一你这个人啊 对这个什么是重要场合分不清 你对这个投资移民面试这个重要场合啊 你太不重视了 太随便了 那么你不重视这个场合 也就包括不重视他这个移民官 那他心里他不会是太舒服的 第二他事先研究过你的资料 你那上面写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的总经理 甚至董事长 你就是老板 那么他会觉得你一个老板的人 他的出行 他的习惯应该就是穿得很正式 他不会像一个普通员工一样 就穿得很随便 所以他会不由自主的对你的身份产生一点怀疑 所以就因为衣服这么一个小问题 你想让移民官在面试正式开始之前 就有这样的心理活动 你说对你有利还是没利啊 所以第一条我想强调的是 对于投资移民面试这么一个正式且重要的场合 你穿正装永远不过分 关于我们这个投资移民面试的这个系列 大家如果有什么感想 建议 甚至有你更关心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发email给我 我们一定会及时回复 谢谢大家